台法國如果輝世就對了 後面在那邊輸了會更多 輸了靈魂磡然的壓力就對了 會更大 台法國都不用討論 大家都吃飯吃中午 可以做到台法國還在吃飯吃中午 那些人去用台市 他去台市辦人的時候 夠燒到那些人的靈魂 事情發生之後 做乾煩科台南磅會做了 他的基台中法律給他穩定 來輸科醫的靈魂 哇你們這些台法國是怎樣 大法官不是上帝啦 大法官如果司法過動 本身就是一種違憲的一個行為 真的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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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拜託我們大法官 好好傾聽這些被害者的聲音啊 用到優秀的司法靈魂的洗名 還可以放棄大家對這個司法改革 吼 突然到說這些人 司法靈魂的辦案的壓力 這麼嚴重 我感覺這對我們的社會 因縮付出的台形最嚴重 你有這樣感覺嗎 啊 當然是深切感受 你為了這樣再來提出這些改革 依化越多 智能化越多 結果 司法人員壓力越大 這是內部有問題啊 不是法官有問題啊 尤其台法官還在會試 我上座就幫你問過了呢 啊你跟我說你都沒有台頭 你還不是台法官 你還要有一個台頭出來嘛 台法官如果會試就對了 後面在那邊屬性會更多 屬我靈魂辦案的壓力就對了 會更大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這是一個骨特屬性的 啊台法官都不用討論 啊 大家都吃飯菜中的嗎 可以做到台法官還在吃飯菜中的嗎 哭 尤其身份本營 立法營的立法款 上次我就跟你說過了 部長 你一生就對了 做一個司法人員 可以做到部長 我告訴你 已經是對你的司法生涯了 已經很完美的一個過程了 但最後 在最後這個改動 你如果是可以再發揮你的功能 可以在這個 非都市場就對了 在長的辯論啊 你的司長有證明你在這裡 跟本席的答案 說你準備好了 沒有顧 Congress 我告訴你 你們的感情 什麼叫做 要承民以作為 Democr化 沒有方式 不讓政府 不追允這裡 但是要不讓自己 政府ometry 你還說 為什麼不保連民餘 沒在選擇 人員 又帶出國 動作可以一個月幾乎五六萬 結果回到台灣的時候 藥紙減一顆 無從留戶減一項 甚至去用家 不是在國外呢 不是在前普寨呢 是在台灣呢 甚至送十歲而已 在我們這麼白海 詐騙這麼多 他還在封毒死刑 實在說的齁 藥紙的法庭自由 都比選到幾個 保長 比選到幾個 十幾個 十幾個齁 像在拔河就對了 彩排他們 經選手他們 那經十五個就一百公斤的 對你們三四個就五十公斤的 你是怎麼去贏的 所以你只有靠民意給你聽啦 八十四趴的民意就是你的效盾啦 藥紙的辯論下來 保長 我在這裡跟你說 你有拿去營啦 美國 敢不進步 啊 說進步的社會就要封毒死刑 我聽你哭哭哩 蛤 美國沒有進步 美國幾個州 也是一樣有死刑 他不去衛戰 日本也沒有進步 韓國也沒有進步 新加坡也沒有進步 為什麼他們的死刑就沒有違憲 為什麼過去我們的死刑也沒有違憲 你現在要跟他促進違憲 剛才柯總召來我跟他講 我說台灣現在存兩人 等於把這個死刑的心扒 辯護了解罪 弄下來存兩人 存兩人啊 你是第三人啊 第一個就發生得 第二的柯建民 他跟我說共議反對 他有法FB 說他要把我站在一起 我聽得很感動 把我站在一起 沒辦法 要把人民站在一起 要把政治站在一起 人權 什麼人沒有捍衛人權 你台北官會有捍衛人權 我們都沒有捍衛人權 那些人去用台市 他去台市別人的時候 搞笑到那些人的人權 蛤 事情發生了 很肝反科 台南放會 做了 他的基台中 法律 給他穩定 來修科 他的領款 哇 你們這些台法官是怎樣 大到三個都穿不下來 我們 我們 部長隊長的辯論 下來了 你會看我 因為剛才你說到 劉委員在跟你問 你告訴我 我聽得很怕 你配套都準備好了 你不是想要退縱 他人生最後一件 這是你人生的最後一件 說話 我們立場很清楚 各位 我們已經表達了 我們堅定的立場 認為死刑的規定 是核限的 但是 大法官 他們 釋憲的結果 是如何 我無法預期 但是 他不管怎麼樣的結果 我們都有 遇你各種方案 這段大法官已經在環境地區了 這樣 蛤 像我們的 法官 主宰就對了 付出生命的時候 這個 院長說 叫你去外面逛逛 叫你們這些 司法令人 就 客人去外面逛逛 這塊 司法就對了 讓他解釋出來的憲法 你不用煩惱 他的教兵 他騎這位 你不用煩惱 他的教兵 他騎這位 所以 他不但 我們 沒有顧慮到人民的感情 甚至是 傷害人民 對司法的基態 一點是 急急以為不可 本帥在這裡 我告訴你 你不可以提名 因為你剛才說的 不算提名 後面有配套 你都想好了 包括核限 包括 違憲 我們都要想清楚 要準備 所以 你想兩核限就好了 違憲你不用想 因為一選到出來 你已經公營 退休了 所以這是你最好一件 你要在你理會進行 做名角 本帥幫你請求 本帥代表 公代的台灣人民 不要的台灣人民 在這裡拜託 你要離開 法務部長進行 你寫一拼 你對到 非党司法 合憲 是合憲的 司法是合憲的 你公開發表 因為你有能力 可以扭轉健康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劃清潔 我已經公開給互憂了 如果清潔 你今天 沒有要標台 沒有萬一標台 台法官 改歲了 如果是違憲 未來 在我們 臺灣人民 付出的 代價 所有的政治 這個 特定的這個 都是你 裸總統 要去信 這對他不公平 答案是 他有能力 他如果要點點不出聲 相對 他就要付出這個 代價 在你 司法 臨性完美的過程中 本帥 跟你拜託 你可以 成立 在你 離開 前 尖對 這個 司法是合憲 來 表達一個 強烈的 心聲出來 給臺灣人民 跟臺灣人民 站在一起 你看 法務部已經 表達過幾次了 我們的立場都很堅定 齁 就是任委司法的規定 是核線的 這已經很清楚了 我們也發了好幾次的 呃 說明 台穎 你用你個人 最好做表達可以嗎 欸 現在 我沒有我個人的信 我現在仍然是 代表法務部 啊 你的意思是 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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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沒出來嘛 因為四線結果還沒出來嘛 那你要捍衛啊 啊 我當然啊 我從頭到尾都捍衛在那裡啊 所以 你要用核心的角度去捍衛啊 我沒有改變啊 從頭到尾 我們都一貫的立場啊 你不能影響分析 對你一生欣賞的角度呢 感謝啦 齁 齁 真的啊 你問他個人 看我是不是很欣賞 他的行事很豐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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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看 白白布要把我捍衛 捍衛 嘿 民進黨大家都說 補充你要替我做情 咧 對不對 我們是站在公義跟道理這邊 站在正義這邊 所以我強烈在這裡 包括台法官閣那個 武器道行 加上了後 阿邊行動 他趁著在 改稅基因在這裡下落 你會記得嗎 會記得嗎 本身已經是強烈表達 對台法官 百姓立法院立法院的抗議啦 所以在這裡 補充 記得你 可以在你們身處 完美的最後之前 齁 跟台灣人民 兩千三百萬人 站在一起 感謝你 昨天 大法官做這個 死刑辯論 對不對 是 那我看到齁 大法官問了一個問題喔 他說一定要跟民意妥協嗎 請問部長 能不能幫我解讀一下 大法官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他意思就是要跟民意對著幹的意思了嗎 這是大法官的見解啦齁 我們予以尊重啦 我要跟部長說 過去我們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我非常敬佩部長 知道為什麼嗎 我看到我們龍介修或很多委員 質詢死刑的問題 我覺得 言者尊尊啊 大法官聽者渺渺啊 你那時候有講到 八成的民意 反對廢除死刑 是不是 我們有了解到這個趨勢 對 然後也提出 要司法自治嘛 對不對 這句話 不是我說的 好 我有看到你們法務部有 談到 什麼 要至少你們講要尊重立法權嘛 對不對 沒錯吧 我們認為 應該尊重 代表民意的 立法機關的意思 答對了 非常好啊 可是今天我要非常不客氣的說 大法官問出這句話 一定要跟民意妥協嗎 那不就是大法官已經透露他的心證了 今天他就是要跟民意對著幹了嗎 我這邊也要說 今天法務部 代表今天說真的 大法官這個所謂的死刑的辯論 好像只剩下法務部今天 能夠代表 跟大法官這個 所推的一些 所有的一些意見 不相同的一個意見 能夠代表八成名 就剩下法務部啦 是嗎 我們一貫的立場 就是尊重法律的規定 現行的死刑規定 我們的立場就認為是核限的 我要在這邊特別跟 部長說一件事 也跟我們的司法院的秘書長說一件事情 大法官不是上帝啦 大法官如果司法過動 本身就是一種違憲的一個行為 今天八成以上的名義 反對廢除死刑 我非常認同法務部說的 今天 如果真的覺得死刑要被廢除 那也應該回到國會 讓國會來立法廢除 現在大法官全部都是民進黨提名的啦 請問民意基礎在哪裡 憑什麼今天 少數而且是代退大法官 這大法官你這麼長的任期 你要廢除死刑早點廢啊 你倒準備要這個所謂的 要卸任了 神龍擺尾啊 西斯回謀啊 什麼意思啊 我這邊也正宗宣布 今天大法官 如果侵犯立法 被判民意 本席不會接受啊 我在大安區參選立法委員 我的政見就是我反對廢除死刑 我代表反對廢除死刑 民意進到立法院以後 今天對於所謂的大法官 侵犯立法權 來去廢除死刑的話 我無法接受 將來在立法的時候 我想請問部長 大法官一旦做出死刑違憲的判決之後 接下來會要怎麼辦 接下來怎麼辦 我們有準備各種方案啊 是 就看大法官最後 憲法法院怎麼做解釋 我們都有事先都遇你好了 如果說是違憲呢 我們有應對的方法 什麼應對方法 有各種方法 什麼各種方法 我們現在還在 部長抱歉啊 我對你都一直很尊敬喔 你今天不要在這邊損及我對你的尊敬喔 具體的方法是什麼 你不能告訴我嗎 具體的方法如果 他認為該怎麼樣 我們就怎麼樣 什麼叫該怎麼樣怎麼樣 他說你死刑違憲啊 因為我們還沒看到他最後的 我直接說啦 接下來 立法院就要配合修法 對不對 按照憲法 按照這個所謂的大法官 如果認為違憲的話 立法院要配合修法 立法院要配合修法 把所有的死刑全部廢掉 是不是這個意思 看他最後的解釋文怎麼樣 該修法 我直接告訴 我直接告訴部長 我絕對不會配合修法啦 今天我會說 民進黨的立委 你敢配合修法嗎 我要事先都講了 今天廢除死刑 是崩潰我們社會法治的基礎啊 所以 在這邊我跟你講 我今天用這些話 雖然講的重 我是為大法官好 我真怕今天憲法法庭的辯論 真正人民的聲音 他沒有聽進去 他沒有聽進去 這麼為 這麼重大的憲政爭議 過去大法官解釋 死刑合不合憲 請問部長過去的解釋 是核心的 答對了 你今天要來挑戰過去的大法官 挑戰當前八成的民意 挑戰立法院的憲政尊嚴 羅志強是不會退讓的啦 將來如果進到立法院要配合修法 我第一個反對修法啦 你要做憲政危機 憲政僵局 憲政爭議 大法官我跟你對著幹啦 我講白就是這麼一回事 昨天聽到這句話我非常的不爽啦 什麼叫做一定要跟民意妥協 你是上帝嗎 你是上帝嗎 前面的憲法的視線 講得清清楚楚和憲 現在的八成民意反對廢除死刑 而法務部也告訴大家 要廢除死刑應該由立法決定 三重侵犯 還沒有把這個憲法法庭的 最後的解釋出來 我在這邊只是先做預告 真的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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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拜託我們大法官 好好傾聽這些被害者的聲音啊 這些被害者在家屬在暗處哭泣的聲音 請他們聽一聽啊 這八成民意強烈的反對請他們聽一聽啊 立法院的憲政尊嚴請他們聽一聽啊 過去大法官認為死刑和憲的這些前輩們的聲音 請這些大法官聽一聽 如果這樣硬著幹 我跟你講就是憲政危機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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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